在高雄市三明區一棟四層樓的透天措起火燃燒 由於整棟建築毅然品居多 導致火勢不斷的向上延燒 現場濃煙密布還不斷傳出爆炸聲 一名住在樓上的婦女情急之下 從二樓跳下逃生 他的兒子則一度困在陽台等待救援 詳細的情況我們交給記者吳嘉恩 好的主播 畫面中可以看到一樓火勢非常大 從屋內燒到屋外 農煙直衝還不斷傳出爆炸聲 消防員到場後發現一名婦人倒在網路上 立刻將人送院治療 而婦人的兒子則從燃燒的建築 爬到隔壁洞陽台受困 消防員立刻駕踢到二樓 引導男子下樓 男子因為吸入農煙被送院觀察 事情發生在高雄市三明區遼寧二街 一棟四樓透天措 一樓起火燃燒 由於一到四樓一燃品居多 導致火勢一路延燒 消防員布水線將一樓火勢撲滅後 大火又從三樓竄出 一樓一樓竄出火勢 應該是說一樓全面燃燒 然後火焰穿到二三樓 然後後來最 現在目前在處理的是四樓的部分 四樓火勢已經控制了 但是那個裡面的火勢量還在 還在持續的有一個狀況 但是現在目前應該已經死滅了 火勢在三點多受到控制 目前確認火場中沒人受困 詳細起火原因有待調查 以上最新直播